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他们一起去解放碑的那个下午 我向老婆请了个假 独自去了比较神秘的通远门 通远门为什么神秘 我以前讲过 不知还有人记得没 1929年 重庆真正见识后的第一任S长潘文华 决定扩建重庆城 需要大片空地 几经考察 他选中了七星港通远门的万坟坑 这些坟都是当年张献忠屠城留下的 共有四十多万具遗骸 千坟事宜遭到了民间的极力反对 但潘文华手握枪杆子 强行推动此工程 在无力的震慑下 百姓也只有闭口不言 结果 就在千坟的过程中 出现了大量的闹鬼事件 弄得人心惶惶 周围很多住户都反映 夜里听到鬼哭声 还有小孩见到许多 穿着清朝衣服的人 万坟坑虽是乱葬岗 好多都是无主分 但都是重庆本地人 是活着人的祖先 闹鬼说明千坟扰了仙人 民间的反对浪潮重新大了起来 还和军方起了冲突 死了些人 不仅如此 施工时也频繁发生怪事 吓跑了好些工人 这一次 潘文华不得不慎重对待了 新城是肯定要建的 但汹涌的民意也不能不顾 最后在高人的指点下 他决定修塔阵邪 用佛教教义来超度亡魂 这便是菩提金刚塔 这也是民国以来极少出现的 新中国就更少了 就算有 也绝不会如此高调 尤是一级行政机关颁布的 间接承认鬼神说的政令 潘文华一反之前的态度 不仅做了 还做得很隆重 请来了西藏的洛纳活佛指导修建 又请佛学家张新若为金刚塔撰写碑文 1930年 菩提金刚塔建成 洛纳活佛还带了十多名喇嘛维塔诵经 超度亡魂 场面盛大庄重 在这以后 闹鬼传言也消失无踪了 打车去通远门时 我问出租车司机 现在那一带还有怪事发生没 司机好奇地看了我一眼 你是说闹鬼 差不多 还是有 黑下人 只不过都被红衣南海的风头抢了 现在一说重庆闹鬼 都想到红衣南海 那里不是有金刚塔吗 WG的时候被弄烂了的吗 那些小贵儿子 把塔砸得稀巴烂 后头修饰修好了 却没得之前拐用了 我问司机都有些什么闹鬼传说 他摇头说的胆子小 每次听到这种事就走远了 让我到通远门那边 问一些老头老太 他们知道的多 通远门也算个景点 不过和朝天门比起来 就显得冷清多了 城墙也是经过修复的 上面还弄了些漆黑的铜人 摆出复打仗的阵势 连通远门三个字都是补的 看着狠心 我随意逛了逛 失了兴趣 开始寻找有故事的人 晃悠了十来分钟 遇到的都是些游客 这时有个瘦老头 挑着担子叫卖瓷疤 今年五一 重庆并不热 那天太阳也不烈 这老头却戴着顶草帽 一眼不易看清他模样 我好不容易碰到个本地人 当然不会放过 就叫住了他 说要一份瓷疤 老头停下步子 开始给我准备 这时我才看清他的样子 有黑的皮肤 脸上皱纹很多 看样子有七十多岁 趁着时间 我和他闲聊起来 听到我想听闹鬼传闻 他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 你要爪子要 只是好奇而已 我笑道 老头没吭声 专心弄着瓷疤 弄好后递给我 老头的样子 分明是知道些东西 我有了定夺 瓷疤一份十元 我给了五十元 让他不用找了 给我讲个通缘门闹鬼的事 多出的四十元 就算是买了他的时间 老头犹豫了下 结果钱揣进包里 低声道 你跟我走 我心头一袭 当下跟着他走了三四百米 到了一个小树林 这里没什么人 他把担子放下 又从里面摸出个烟斗 倒了些烟叶进去 点燃后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我也跟着坐下 就这样 他抽着烟 我吃着瓷疤 有了下面这个故事 老头姓姜 熟悉的人都叫他姜园子 他没告诉我真名 我也就这样称呼他吧 姜园子一开口先问我 你晓得 瓷疤是什么做的不 糯米呀 那你晓不晓得 鬼也吃糯米 在我以往的认知中 糯米都是曲血的 姜园子的话 让我有些吃惊 姜园子就是这边的人 八十年代 他租下了通缘门那一家铺子 开启了汤圆店 开也没多久 有顾客在汤圆里 吃到一根头发 陷了他的摊子 打那以后 姜园子就剃了个光头 卖汤圆 头也圆 他就得了姜园子的绰号 姜园子的定制卖汤圆 因为专一 他越做越精 生意越来越好 很多远地方的人都专程过来吃 大概半年后 姜园子发现件怪事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总感觉房间里有声音 起来点燃油灯 有什么都没有 这样过了十来天 情况变得严重了 好几次夜里 将园子都感觉脸上痒痒的 他那是年轻 胆子大 也没怎么当回事 以为是耗子生的 反正感觉痒 就用手打开 直到有一天 他在睡梦中被痛醒 痛感是从额头上传来的 他伸手一摸 好像还有血流出 掌灯一看 真是血 他以为家里遭贼了 操起手边的长棍 就乱舞一阵 却屁都没有 第二天的照镜子 发现左边额头上 有两排牙印 姜园子给家里老人一讲 都说那牙印是鬼咬的 这一下姜园子真被吓着了 WG的时候 好多算命子 都在批斗中倒下了 姜园子四处打听 走了一天的路 才在乡下找到个阴阳 这阴阳先生听了姜园子所说 马上就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你做的汤园太出名 把饿死鬼引来了 姜园子哭笑不得 那他们去吃汤园啊 干啥要吃我 你这光头就像汤园 阴阳一语道破 那怎么办 你回去后 每晚子时煮一碗汤园 等它凉了 放在床下 晚上无论听到什么声音 都不要起来 更不要点灯 连续煮七个晚上 那鬼吃饱了 自然会离开 那几晚上 姜园子都能听到 床下传来巴唧的声音 第二天起床一看 原本白色的汤园 都变成了纸灰色 他按阴阳先生叮嘱 把这些被鬼吃过的汤园 倒入河中 那些汤园一沾着河水 瞬间就全散开了 第八天晚上 姜园子不放心 怕饿死鬼没吃饱 仍然煮了一碗汤园 结果这一晚上风平浪静 什么都没发生 那以后 姜园子每晚都能睡个安稳觉了 这时倒给了姜园子启发 每晚收摊的时候 他会留下一张桌子 不收金铺子里 待夜深人静 街上没人了 他就煮一碗汤园 放在桌子上 有些时候 姜园子清晨起来 会发现汤园没有变化 而有的时候 他会看见汤园都变成了纸灰色 他知道 那是被过路的游魂吃了 这么神奇 我目瞪口呆 同时却也觉得挺温暖的 瓜娃 哄你的 姜园子见我的表情 笑着摇了摇头 收起烟斗 准备起身 听了这个故事 姜园子头上的草帽 愈发吸引我 我甚至有种取下它的冲动 不过姜园子的岁数 能当我爷爷了 这样做太没礼貌 我见他要走 情急之下 莽说 不 我心里说的 姜园子愣了 你珍惜 我保证 你这个莽玩 姜园子还是笑了笑 继续起身 汤园是糯米做的 瓷巴也是糯米做的 这么多年了 你一直在做这个呀 我扶着他起身 又说 你怎么没继续开铺子了 要挑着担子走街穿巷 你虽数大了 这样太辛苦 命优 都是命 跑不脱 姜园子语气中 偷着无奈 汤园为饿死鬼的故事 让我大开眼界 姜园子给我的感觉 也神秘了几分 再听了他这话 我的胃口更是被吊足了 哪肯放他走 就又摸了五十元钱 让他再给我讲讲 这一次 他没再收我的钱 只是嘟浓了句 你这个玩儿硬是怪得很 姜园子又往烟斗里添了些烟叶 盘腿坐下 叶子烟这东西 我已经很多年没见着了 我姑爷爷以前就抽他 后来卷烟逐渐流行 价钱也不贵 姑爷爷也就赶了时髦 姑爷爷今年九十一岁 他这一生很传奇 经历过很多事 我小时候经常缠着他给我讲 在他叶子烟的烟雾熏陶中 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从那个时候起 我对神秘事件就有了一种探究的执着 饿死鬼事件过后 姜园子特意去拜访那位阴阳先生 感谢他出手相助 顺带说了自己每晚留下一碗汤圆 给过路游魂的事 你会有福报的 阴阳先生对此极为赞扬 如阴阳先生所料 姜园子铺里的生意越来越好 以前家里穷 姜园子一直打着光棍 连个说霉的都没有 直到他汤圆店红火起来 这才不停有霉人上门说亲 姜园子是个气 吃百家饭长大 大激光年代好几次差点饿死 后来被一个猎狐收养 在这些说霉对象中 有一个是姜园子养母的亲侄女 养母对姜园子很好 在他二十五岁时病故 姜园子最终选择了养母之女小芬 觉得这也算是报恩 结婚自然要算黄到吉日 姜园子又一次找到了那个阴阳先生 谁知当阴阳先生将二人的生辰八字 放在一起做演算时 脸色大变 姜园子问他怎么了 阴阳没吭声 又重新算了一遍 这才抬起头 你俩这婚结不得 为啥 姜园子知道 阴阳先生有真本事 当下也很忐忑 会有大灾出现 阴阳先生无奈又痛苦地摇头 但我能力不得行 参不透到底会发生啥子事 姜园子回去支吾着给家人说了 猎狐倒是没什么 小芬父母却闹得不行 说这是姜园子不想取小芬找的借口 还说他家把消息都放出去了 姜园子若是不取 小芬以后都嫁不出去了 其实 在相处的这段时间里 姜园子对小芬也生出了感情 他心里也很难受 第二天 小芬父母复来 掏出一张黄色的解迁纸 说他们去当地香火 最好的碧云寺赵高僧给他俩算了一挂 是上上签 解迁纸上写着百年好和字样 这下姜园子没了话说 他拿着解迁纸看了又看 回想起阴阳先生那天的样子 劝慰自己 既然他算不明白 会不会是算错了 姜园子又想 自己和小芬都是普通百姓 只要安分守己地过日子 能有什么大灾呢 在丈母娘的催促下 两人很快就完婚了 结了婚 小芬也到店里帮忙 姜园子轻松了许多 也充实了许多 觉得人生更有奔头了 他们结婚的第二年 也是姜园子养母去世的第十年 养父找到他 说他养母死的时候 留下个医院 想当以后家里条件好了 把他的坟签回老家 养父还说 他岁数大了 想回老家去养老 等以后死了 就和妻子葬在一起 姜园子能有今天 全靠猎狐当年可怜他 把他带回家 他现在挣着钱了 应当好好报答 最爽快地答应了 猎狐老家离通远门 一带有近八十公里 家中房子早已废弃 杂草丛生 姜园子为了让养父住的舒心 就请将人把老屋全部拆了 在园址上重新扩建 成了一个小院落 是当时村里最漂亮 最气派的房子 房子落成时 小坟刚好给姜园子 诞下了一个儿子 双喜临门 他们在家里摆了三天流水席 请村里的乡亲们 好一顿吃喝 房子建起了 姜园子马上就把 千坟的事提上日程 修房的时候 有养父在老家盯着 姜园子不用操心 可千坟来回奔波 姜园子不忍让养父劳累 就亲自办理 而小芬又要抚养孩子 如此一来 汤园店没人经营 姜园子在房门上贴了张单子 说是家中有事 歇业十天 姜园子就近在老家找了个阴阳 让帮着寻个好地方 阴阳知道姜园子有钱 也拿出了看家本领 找到一处靠山傍水的风水宝靴 说是可以庇护后人 滋养财气 姜园子也不懂 听着像那么回事 付了钱就找人挖坟签坟 事情办完后 姜园子就回去开店了 把小坟和孩子留在老家 准备等孩子能走路了 再带到城里 一个月后 姜园子回老家看望 妻子和养父 都说梦见了养母 养母说 那地方住着不舒服 让给他换个地方 姜园子觉得稀奇 准备第二天 找那个阴阳问问 其料当天晚上 姜园子自己也梦到了养母 她愁容满面 说有人赶她走 姜园子这才上了心 次日一早就到阴阳家里 说了情况 又拉着她到坟前查看 这一看发现 养母的坟包上 出现了两个小洞 旁边有些橙色较新的三土 狗袍坟 阴阳大惊 根据姜园子的梦境 阴阳推算 这处定式 还有其他坟主 现在又出现了狗袍坟的不吉利势 她额头直冒汗 使出浑身解数 寻了另一处地方 让姜园子尽快签坟 连钱都没好意思收 把养母的棺材挖出 并重新入土击败后 为了印证阴阳的猜测 姜园子让工人们再往深处挖 往四周挖 傍晚时分 随着一声惊呼 在养母棺材正下方三米的位置 真的出现了又一具棺材 这棺材表面是紫色 部分颜料剥落 露出了下面的木材 棺材两侧有一些雕纹 阴阳只看了一眼 就认出这是清朝的棺木 且从雕纹的惊喜程度看 棺主不是普通人 非富即贵 姜园子想起昨晚的梦 养母说有人赶他走 应该就是这家伙了 想着棺材里的东西有意识 姜园子虽经历过饿死鬼的事 这心里仍然处得发慌 就催工人赶紧把坑埋了 工人都是在本村雇的壮汉 他们胆子大 平日里又穷惯了 碰到个古墓 哪肯就这么罢手 有两人当即跳到坑里 去推棺材盖 想看看有没有值钱的陪葬品 等阴阳和姜园子反应过来时 盖子已经被推开了 当时天色已晚 太阳下了山 盖子推开的刹那 姜园子只觉有股凉风吹过 浑身发抖 棺主伸着清朝官府 头上戴着棺帽 和电视剧里清朝僵尸的样子无二 他正面向上平躺 双手置于身体两侧 脸部因水分流失而塌陷 看起和瘦的皮薄骨头那种人差不多 但并未腐烂 五官也清晰可见 更恐怖的是 他眼睛是睁开的 这诡异的一幕 让众人傻了眼 阴阳更是手足无措 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大吼着让闭关 边念咒语边 围着棺材 烧了几道符纸 并将纸灰撒到棺材上 工人们也都吓着了 长这么大 谁见过埋了上百年都不腐烂的尸体啊 他们个个铁青着脸 卖力的缠土掩埋 把坑填平后 又从别处抬了几块大石头压在上面 阴阳看了好几遍 这才点头说可以了 阴阳交代 回去后谁都不要说出这件事 不然可能会惹祸上身 众人都点头硬下了 然而 半年时间不到 村子里接连发生怪事 先是有村民家里的 积压莫名死亡 仔细检查会发现 其脖子上有两个洞 体内血液已流失干净 尸体周围却并无血迹 慢慢地 发展到猪牛羊这种大型家畜 也是同样的死法 极度恐慌笼罩着村子 到了这个时候 什么秘密都保不住了 清朝僵尸细写的传言迅速扩散 那是1992年中元节前后 年龄大点的重庆人应该有印象 吉阳母千万坟 姜园子又住了两天 一切风平浪静 他也就安心回城了 僵尸的事传到城里时 他想起千坟时看到的诡异现象 担心家中养父和妻儿安全 连夜赶了回去 村里人没见识 也没主见 出了这事只知道躲 没人带头处理 姜园子回去后 马上有人找上门 问他怎么解决 姜园子找阴阳商量 阴阳说到底是不是那东西作怪 开棺查看便知 两日后的正午 阳光正烈 还是上次千坟那批人 挖开了那个他们亲自填上的坑 挖坑前 阴阳仔细查看过 表面石板和土层都没有松动的迹象 可挖开后众人就傻眼了 棺材已经裂开 成了几块木板 推开盖子 下面哪里还有川清朝官府的尸体 而在木坑旁边 阴阳找到了一个圆形的洞子 他浑身像散了架 一屁股瘫坐在泥土上 这阴阳先生 祖上都是干这行的 他爷爷和父亲 在WG5斗中死了 他是最近几年 才根据过往的记忆重拾 这项手艺虎口 诗变的是 他听爷爷讲过 直到其凶险异常 凭他的几下三脚毛功夫 根本对付不了 这是最初是由他堪于寻寻而起 如今事态严重 他脱不了干系 也就不敢隐瞒 赶紧到公社反映了情况 龚家人哪里信这些 只敷衍地派了几个人 到村上转了一圈 督促着村民一把火 将棺材板烧成灰 再把那处木坑全部挖开 从其他地方运来泥土 重新填埋个岩石就了事 这以后 倒真平静了一段时间 直到隔壁村出现了一起 小孩失踪事件 待村民找到时 小孩已经死亡 死状和那些被吸干血 而死得家禽一模一样 紧接着 小孩离起死亡事件 接连发生 短短几天时间 整个山城都笼罩在 吸血僵尸的阴影和恐慌之下 一旦入夜 家家庇护不出 那个时候 已经临近一阴993年春节 江源子一家三口都在城里 只有养父独居老家 江源子担心养父 打算回去 把他接来捅住 小分被传闻吓得厉害 不敢留下 就带着儿子和江源子一起回去 一回到村里 江源子就听养父说 这次出了人命 不比以前只是动物玉席 上面很重视 说会派专人解决 第二天夜里 江源子家里突然来了十个人 他们每人背着个大包裹 带头地向他了解情况 江源子把事实原原本本说了 他们让江源子 去把阴阳先生 和当初参与这事的壮汉叫来 壮汉只叫三个 人其后 他们在屋子里谈了近一小时 零点一过 按事先商定 那时人分成了五组 每组两人 江源子他们五人 分别加入一组 主要负责带路 打开门 江源子才发现 自家院坝里 不知什么时候站满了人 他们站得整整齐齐 各个精神抖擞 不死常人 带头的一声令下 这些人又分成了五组 加入他们 这样一来 每个组就有八个人 各组按带头人 在地图上划定的五个方向 出发搜索 每个方向对应着一片山脉 江源子跟的是带头人这组 带头人面向有些凶 他心里有许多疑惑 又不敢问 只能默默地带路 不过他认出 带头人手里拿着的是一个罗盘 一路上他都在看盘面 中途休息的时候 大家从包里拿吃的出来 他偷偷瞄见 带头人他们包里有些东西 和阴阳先生用的一样 而怨霸里加入的那五个人 身上都背着家伙 为免和谐 此处不写明 吃完继续赶路 到达预定山脉时 带头人不再让江源子走前面 换成他在前面 让所有人都跟着他 第一日 直到太阳出来都没有发现 带头人命令他们 原地休息待命 等到太阳落山后 才有出发 这样一直走 一直找 到第三天晚上十一点过 带头人手里的罗盘 突然飞速地转运起来 江源子看得心直发颤 那五个人也都摸出了家伙 进入临战状态 按带头人安排 他和搭档走最前面 江源子紧随其后 带家伙的五人分成两组 一组三人在江源子后面 令两人转过身 与他们背靠背 倒退着走 时刻留意后面 这样走了十来分钟 带头人和搭档 突然快速往前冲 并大喊 让江源子别跟过去 前面三个带家伙的 跟着一起往前跑 倒退着走的两人 则留下来保护江源子 几分钟后 前面林子里传来匿迹的枪声 每一声都打得江源子 心脏蹦蹦地跳 而在这枪声中 江源子仿佛还听到了奇怪的叫声 却又不同于他以前听到过的任何一种野兽 差不多半个小时后 前面林子才恢复了平静 又过了继一个小时 带头人他们才回来 江源子注意到 他和搭档的包裹都空了一大半 搭档脸上还有伤口 他们一共去了五人 回来的时候 只有三人在走 另有两人被背在身上 直到下了山 江源子才知道 这两人已经死了 在快到村里时 带头人让搭档带着那三人和两具尸体先行离开 只让江源子陪着 带头人对江源子交代了几句 又让他签了个保证书 另外四组陆续回来 大家在村口集合 江源子看见 其他组的人都是齐的 带头人告诉大家 事情已经解决了 让大家恢复正常 生产生活秩序 这些人走后 那三壮汉都问江源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 江源子重复带头人的话 都解决了 虚惊异常 没什么怪事 壮汉们显然不信 还想追问 被阴阳先生拖着走了 他们出行都是白天休息晚上行动 江源子躺上床时 村里的公鸡刚打了第一声鸣 小芬面朝里睡着 儿子在最里面 江源子侧过身 想抱抱小芬 这时 却见小芬猛然做起 直直地看着江源子 透过窗外洒进的月光 江源子看见小芬睁大双眼 面容极为诡异 他喊小芬名字 又去拍他 小芬却突然张开嘴 向他咬来 一口咬到他肩膀上 痛得他到吸冷气 又不敢大叫 怕惊了儿子和养父 好在 小芬咬完一口后 没再继续 嘴角带着江源子的血 又躺了下去 一夜再无事 次日白天 小芬都很正常 江源子安慰自己 说他昨晚一定是做梦 这样忐忑地到了晚上 小芬先带着儿子睡去 江源子一直不敢睡 到了后半夜 实在快撑不住时 小芬突然说起了梦话 好些话带着浓重的口音 江源子听不懂 完全不似小芬平时说话的腔调 江源子梳起耳朵听了好一阵 才勉强听出 克北江 收南江这样的字句 说离阵 小芬再次坐起 坐视要下床 江源子忙让开 只见小芬竟直出了屋往外走 江源子跟了一段 发现他冲一家 村民而去 到了门口 正要闯入 江源子忙 伸手阻拦 退让中 小芬再次张开了口 这次咬在了江源子手上 过了两分钟才收口 江源子拼命忍着 等小芬松口 带着他回去 这一下 小芬虽还是痴痴呆呆的 却也没反抗了 连续两晚的情况 让江源子意识到 小芬不正常 他想起林子里的一幕 很害怕 又不敢对人讲 第二天 他让养父看着 小芬和儿子 自己跑到宫 设去找带头人 却得知他们已经走了 江源子急呀 一路追一路问 两天后的傍晚才找到 带头人听他讲的情况 也皱起了眉毛 又看了他手上 和肩膀上的伤口 当即说了句声 糟了 他们到家时 已是夜里失点 家人都睡了 江源子松了口气 心想 还好没出什么事 结果带头人一进他卧室 就把江源子关在了外面 他只听得 里面不时传来响动 不多时 他再次听到了 那种令人心悸的奇怪叫声 心都揪到了一团 这次比上次 在林子里用的时间短 十多分钟后 房门打开 带头人示意他进去 那天夜里 江源子看到了 让他一生都忘不了的场景 小芬呆坐在床头 目光无神 儿子躺在他怀里 却没了呼吸 江源子抱起儿子 他手脚早已冰冷 江源子在他的脖子上 发现了两颗牙洞 小芬从此傻了 并于两年后去世 江源子把他和儿子 埋在了一起 这期间 江源子始终没离开他 城里的铺子也没管 小芬死后 江源子和养父相依为命 可仅仅半年后 养父也走了 他知道江源子生无可恋 临死前拉着江源子的手 让他立誓不寻短见 老家葬着江源子此生最亲的四个人 他不想留在这个地方 回到了城里 却发现铺子已经被东家收回了 他去找东家 东家告诉他 就算他愿意继续租给他也不行了 ZF要拆了那里 江源子回想这一年多的经历 才体会到了头一个阴阳先生 那句话里的深意 江源子去找阴阳先生 得知他已经去世了 他儿子问清江源子身份 拿出个信封给他 说是父亲留给他的 江源子打开信封 上面只有一句话 要活命 别离开通远门 从那以后 我就回到了通远门 没有铺面 我就摆摊卖汤圆 再后来又开始卖瓷巴 讲这个故事 江源子添了三次烟业 讲完的时候 已经花灯出上了 妻子催了我 两次回去一起吃晚饭 阴阳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问 江源子笑了笑 这几十年 我找了些人问 他们说是因为我 当年在这里给油魂 湿了汤圆 留在这里 可得庇佑 看见那个垃圾桶 没有 我顺着江源子的手看去 他指的是通远门城门外 每天晚上 等没人了 我都会放一碗瓷巴 在那上面 第二天早早起来 再把它处理掉 妻子又打电话来了 我按下静音键 问他 你真看到僵尸了 我只是摆龙门阵 忙完 你莫当真 我们那也闹过僵尸事件 不过好像是九十五年 不是你说的九十二 九十三年 我知道 九十五年嘛 小芬就是那一年走的 江源子答非所问 后来 二零零六年 开线有个玩出了事 也是那个时候 我才知道 那是个大人物 说完这话 江源子准备起来 或许是坐得太久 他的下肢都麻木了 起身有些费力 我忙上前搀扶 这时 我见到他左手腕处 有两个疤痕 大小刚好和一颗牙 相差无几 电话又响了 我接起 老婆有些生气了 再不来 我们就吃完了呀 挂了电话 我想再问江源子 几个问题 却见他已走远 夜色下 他沟楼的身躯 显得是那么孤单 打车去吃饭的地方时 我在手机上查了查 再联想到江源子 最后的话 后背出了一身冷汗 下一次 又会是什么时候